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反向購物現在就變成很多香港人 澳門人現在北上會做的事 甚至乎有內地的網友感覺細到變 以前是我們拖著行李箱去香港澳門買東西 現在香港澳門人拖回行李箱 看看新聞怎說吧 最近看到一個新聞說 大陸和香港和澳門全面通關 連月來北上的港人人次高企 不少香港人都會在週末或長假期去到深圳消費 和以往內地市民去到香港購物 受人關注的情況類似 現在這種反向購物的現象 就被大陸網友說回頭 以前就是大陸人去港澳消費 我們說他塞住我們 現在我們想去消費 給人說我們阻礙他們 特別是三母超市 現在購物人樓 基本上近澳門那間已經被人叫做澳門人的超級市場 而深圳的三母超市購物人樓 有一半是香港人 也有網民在小紅書發帖說好震驚 說三母超市見到大量香港人購物 還說有些密集恐懼症的感覺 又說香港人幾乎佔了超市人流一半 他說不講還以為自己去了香港 細到變 結果問一句香港的超市不好走嗎? 後來我亦都打開小紅書 發覺原來真是好多這些情況 甚至乎有人整理出香港人工佔三母超市 三大瘋狂行為 那怎樣三大瘋狂呢? 第一 就說至少買一車的貨品 即是購物車買一車 第二 每星期會去一次 第三 就是用各種的偏門入會辦法 如果是駕車上去的話 其實推著一車手推車 這樣就好正常 因為那架車可以車得完 但是如果用對腳北上的話 這樣買一車回來其實都幾辛苦的 又要周居勞頓 跟著又要搭車回到香港 可以看得出 他們對這個三母超市 或者買東西是有幾嚴外 甚至現在衍生了一些業務 就是幫你代購三母超市 其實按照數據來講 香港人北上一個月的消費額 已經是去到四十億的了 所以是有不少的人 和錢是流了上大陸 變成香港本土一到假期 就好似死城那樣 這一點澳門同樣都一樣 而澳門出大陸是比香港更加方便 我們基本上 疫情前都好多人 有出大陸消費的習慣 而且疫情三年 這三年 其實大陸在消費 或者各方面都有所提升的 但是我們港澳市場 可能有部分東西 因為疫情影響 好多的旅客 來不到我們港澳 即是以餐飲來講 他們已經是做了一個餐飲升級 就打個比喻 你五年前去的店鋪 和五年後去的店鋪 都不一樣 無論裝修也好 食物或者服務質素 都已經不同了 五年前 你有沒有聽過 有人會去大陸超市買東西 沒有的 五年後 現在聽到 有一三母超市 因為這幾年 他們開了這些大型超市 我們未去過 而且香港澳門 亦都沒有這一類 這麼大型的超市 所以變成我們會北上消費 同時其實我們的消費額 對大陸來說都很重要 因為現在的經濟 不算得上太好 但是我們的消費額 只要有我們港澳人 消費過的地方 他們那邊的市場 都會好活落 還有網路文化 好多的網紅店 或者網紅產品 亦都吸引我們想去消費 這一類的網紅店 亦都是我們港澳市場所缺乏的店 而且網紅店 就算港澳有 服務對象都不是我們本地人 因為好多東西 我們覺得 我們吃過了 老店來的 我們提不起興趣 如果是疫情的時候 都可能因為會混在港澳 就去消費了 但是疫情一完了 我們就會去找一些新東西去消費 就算不去大陸 我們都會去海外 所以現在就變成港澳地區來講 一到假期 就只得旅遊區是旺 就算不講話題性 不講網紅店 亦都不講超市 我們講性價比 同一樣的菜式 同一樣的服務 可能你在大陸的人均消費 至少是可以打七折的 而且這個七折 對他們來講已經是貴了 為何要貴了 因為我們港澳雲上去消費 令到當地的價格上升了 拉平了 所以如果你是去深圳 或者珠海以外的地方 那個價格是會更加之便宜 就算海底撈 都便宜港澳一折 就算你不講海底撈 我們講廢水 即是我們平時的奶茶 檸檬茶 那個價格可能都只是港澳的一半 而且還有一點 人民幣貶值 人民幣貶值了之後 我們拿著港澳 上去消費 即又是打了個折 就算不講網紅店 不講性價比 只是講按摩 價錢都更加便宜 再加上現在我們港澳地區 或者全球地區 是處於加息狀態 我們手上可以用的錢 是更加少 因為加息 很多人供樓 可能每個月已經給多了千多二千元 有些供得多 甚至乎三四千都有 而大部份其實都是打工仔 打工仔 有沒有辦法可以賺到額外的利潤 賺不到 除了份人工之外 找不到什麼特別的收入去賺多些錢 所以每個月花多錢 生運壓力就在 不是我們不想在澳門消費 是我們手上可以用的錢少了 變成我們如果想出去玩 可能就要計到好盡 精打細算 除了要便宜之外 亦都有性價比 要新期 這樣留在香港澳門 對了那麼久 疫情對了三年 困了三年 對什麼都對到厭 而且這一波這樣的北上潮 應該會成為一個大趨勢 就是大灣區一體化一小時生活圈 這樣做的話 其實本土的市場 除了產品方面要創新之外 其實可能租金上都要調整一下 因為港澳來講都是地產霸權 我們的租金太貴了 還有租約租金 這兩樣東西穩定不到的話 根本就沒有人願意去投資錢 做一些很大的改動 很大的創新 除了大集團之外 因為我們計不到回本數 我們計的就是計 收拾的時候怎麼辦 基本上大部分人都是這樣 但是租金方面 就算政府想出手管理 都沒有辦法 因為涉及很多不同的業主 市場的東西交給市場 所以見到現在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急抱 就是這個原因 做不住 不敢創新 變到大家都是做一些 相對地保守保險的東西 大家都好想用最短的時間 去回收成本 還有內地現在很多的品牌 都在玩鬥卷 我們只是講咖啡 已經是卷到九個九一杯 八個八一杯 是鬥便鬥低價 這一點我們港澳都是做不到的 我們玩鬥便鬥低價就是玩死自己 只是我們剛才所講的租金 已經是可以令到你捲不起來 玩不起來了 所以現在北上消費 就變了是一個市場選擇咖 就算你經常聽到那些濕溝學者 在這裏講 說你澳門啊 或在香港啊 要怎樣怎樣升級 怎樣怎樣升級 都沒有用的 最重要就是如果租金可以下跌的 大家都會願意花多些錢 扔下去裝修道 扔下去食物 或者是服務身上 但是如果做不到這些東西的話 基本上 講升級 是一個笑話 再加上現在的經濟都比較差啦 就算是有一兩間比較好的店開了 對整體的市況都是無保於是 好啦那今集呢 同大家就看到這裏先啦 大家有什麼想講 下面留言啦 那我們下集再見啦 拜拜